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停止运作 意味着国家进入了一种紧急状态 他又说 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影响 人大作为中国最重要形式上的民主生活 如果取消 就意味着民主生活中断或停顿 同时 它也意味着目前全国爆发的公共卫生危机 无法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同协商的方式来进行 防疫工作完全由执政党的常务委员会和最高领袖负责决定 形式上是没有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 这个表明了宪法最重要一部分处于终止状态 理论上可以说是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 18日 世卫总共事谭德塞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新增确诊病例有减少的趋势 但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 时事评论员黄华就表示 自从官方开始研究两会日期之后 从17日开始 中国官方公布的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都开始减少 这个令人想到17年前沙士消失的内幕 我想在沙士流行的那段时间 对于疫情的透明度 大家批评比较严重的最主要是在北京的疫情 北京的疫情几乎是从头开始都是掩盖的 那一直到后来这个《时代周刊》登出来以后 大家才怀然大乎说 哇 整个北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沙士病人 当时中共党魁江泽民下达密令 哪个地方疫情恶化 哪个地方的官员就地免职 于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 都不敢将沙士的瘟疫上报 千方百计地殲灭和隐瞒 最普遍的手法 就是更改沙士病人死亡症上的死因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 国际权威、杂志 好像外交事务、外交政策、经济学人等法文分析 认为武汉肺炎爆发是自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对中共政权最大的冲击事件 中共的无能至全世界于危险之中 它的合法性亦都在国内受到质疑 美国外交政策权威致富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哈斯博士更建议美国政府要准备中国崛起被中断 带来的可能问题 他推测中共可能会陷入政治内乱 内乱会持续几长时间 和导致什么的后果是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不能假设中国未来会像过去一样 哈斯博士说 对中共来说 大型疫情爆发比学生追求民主更加严峻 现在是百万市民质疑中共政府最基本的治理能力 绝望的人会做绝望的事 这个说法跟中国人说 民不畏死 乐何以死拒之 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有分析说 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 必定改变大批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外交政策雜誌 则发表题为 《中国的无能如何治世界遗险地》的文章 质疑中共官方声称的疫情控制已经成功 和感染人数即将回落的可信度 作者加勒特认为中国政府的说法绝不可信 加勒特博士是外交关系委员会前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采访的时候 表达了悲观的态度 他说 在外交事务雜誌的 冠状病毒是对习近平的压力测试文章里面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伊海洛米 描述了中共在外交政策和活动方面 对国际组织和其他政府的脅迫 伊海洛米博士说 虽然中共声称自己公开透明 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在隐瞒实情 他说 但仍是有一些人将自己的政治命运 置于中共的手里面 例如柬埔寨首相洪森 拒绝从武汉撤离他的公民 甚至去中国见习近平 习近平就称赞洪森是真正的铁杆朋友 文章又说 甚至世界卫生组织 也都对北京对危机的处理 表示了过分的赞赏 世卫组织领导层 一直拒绝宣布 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特法公共卫生事件 即使后来宣布了之后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博士 依然敦促其他国家 不要实施旅行禁令 或者采取其他令到中国孤立的严厉措施 而尽管其他国家呼吁 鉴于流行病的严重性 对台湾这个不是世卫组织的正式成员 应该采取特别措施 但在北京的指示之下 世卫一直拒绝 允许台湾直接参加关于冠状病毒的简报分享 伊可乐米博士透露 国际社会几次提出派遣传染病专家 去中国帮助抵抗病毒传播 中共都因为控制信息流通加以拒绝 即使在1月28日最终接受世卫帮助之后 北京又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达成协议 这种行为不单只威胁到中国公民的利益 也都威胁着全世界的利益 在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 很多中国网民呼吁言论自由 真相可以救命 中共对真实信息的隐瞒 令世界又一次真实体会到 方言对生命的威胁 在2月17日 大陆网络上 风传武汉病毒所研究员陈全角 在微博实名举报 武汉病毒所所长黄延逸 泄流病毒的信息 但这个信息很快就删除了 当日下午 武汉病毒所官网发表了陈全角的否认声明 清清有人以他的名义 发布所谓举报言论 不过一位熟悉中共舆论手法的网民就说 黄延逸被举报 好像是假消息 但大陆微博能够允许这个信息传播出来 就算是后来否定 这个已经达到了传达信息的效果了 黄延逸已经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日后他真的被举报辞职 大家就有心理准备了 之前在1月20日 官方才通过专家钟南山出来透露 武汉肺炎可能会人传人 而11日再以专家的口密 建议民众不要出门 之后22日宣布武汉封城 另外网友认为 官方经常用这种方法来引导舆论 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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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